那个也是一个鸿门面吧 那要是起了变化就不一样了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世界当事人之一 要去赴河头九的著名舞台演员 大家非常喜欢的舞台明星吴京 有兴 吴京说他是上来找爸爸的 欢迎吴京 欢迎吴京 吴京 你想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 按徐先生说的一来二晚 事件就升级了 都已经到达到无保护 这个千生死状的这个级别了 你心里紧不紧 其实当时我并不紧张 只是觉得就是有点困扰 就是事情没完没了 我当时说是 我说我开始不知道 这个叶问 因为现在是何方神圣 后来知道原来是永春全的一派一代宗师 李小龙是他的徒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 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 延时祝伯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 358163379 所以这一点我是蛮注重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 后来呢 就是有人跟我说呢 是因为何方神圣 在广东话里面可能就是有一点 看不起人的意思 但是我说不对啊 我说你看中央台的很多主持人都是 这些究竟是何方神圣 请大家请他出来 或者说江子牙在圆门外 来者何方神圣 江子牙在圆门外恭迎 我觉得就很奇妙 但是 后来就是演变成就是生死全了 后来呢 就是忽然间的小明哥哥打电话 说这件事情要摆出来大家和解 江湖本身是一个大家庭 不要因为派别 或者说因为一些小的事情 或者说误会的事情 发生不必要的大的事情 就伤了和气了 按江湖所反而言 那行我就听小明哥的 因为 你为什么要听小明哥的 我对你没听小明哥的梁 有点充满的事